现如今提到购物 很多人会首先想到网购 而随着网购的兴盛 相应的物流和配送服务 所面临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了 为了保证快速交付的能力 一些企业开始引入了送货机器人 下单 配货 送货 随着网购的普及 物流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统计 2020年美国年快递数量 将超过1000亿件 依靠海运 空运等方式 物流公司已经可以迅速将快递 从发货地送往收货地的配送中心 然而快递的最后一公里 也就是从配送中心 送到收件人手中这最后一环 却还依赖人力完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一些企业将目光聚焦到了机器人行业 开始研发各式各样的送货机器人 从2013年开始 美国亚马逊公司开始研发无人机送货 公司表示 这种送货方式主要是针对市区进行 送货的无人机搭载了声纳和地形测绘系统 无论是平地还是陡坡都可以平稳起降 今年3月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推出了一款送货机器人的原型机 这种机器人配备摄像头可以自主穿梭在行人和车辆间 最高行驶速度可达每小时16公里 公司计划 今年夏天 机器人通过政府相关安全和法律评估后 在部分地区进行实地测试 此外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大学校园内 用于校园内短途配送的机器人已经开始启用 尽管送货机器人们形态各异 但毫无疑问 未来 它们将成为完成快递最后一公里配送的重要助力 感谢观看